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国家都不太一样 所以新加坡是6加4加2的学制 也就是说六年的小学 四年的初中和两年的高中 那我们新加坡其实是一个双语政策的国家 我们平时是有时候用英语 有时候用华语交流 但多数还是用英语交流 所以我们在学校内的话 除了华语课也就是语文课是用华语之外 其他的科目都是用英文授课 那新加坡的学校呢 假期是全年两个月的时间 而新加坡的学制是按照日历的 就是1月份开学 12月是毕业季 那在新加坡呢 课程辅助活动对于初中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位新加坡的初中的学生 都必须要参加至少一个课程辅助活动 那课程辅助活动 其实它的选项非常多 而且每间学校都会提供不同的选项给学生 主要是分四个类的 首先我们有体育 那体育其实选择也非常多 有乒乓球 篮球 有英式女篮 还有田径 跳高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一个快活动 就是射击 然后还有高尔夫球 基建啊 游泳啊 等等等等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有制服团体 所以其实制服团体在新加坡的 每一间学校其实都有三到四个团体 那第三项呢 就是社团的活动 社团的活动有包括语言类的 比如说英语辩论和华语辩论 那我个人呢 在我的学校里是华语辩论的 那社团呢 还包括英语社团 然后还有新加坡 或者是亚西安国家特有的就是武师团 武师团呢 主要在学校呢 就是他们会学打鼓 舞龙 舞师 然后他们会在一些学校特别的活动去进行表演 那社团还包括环保社 书法社 武术社 骑社等等 最后一项呢 其实就是表演艺术 那表演艺术其实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跳舞 那跳舞也会分有现代舞 还有中国舞 那还有合唱团 有戏剧 有英文戏剧 华语戏剧 然后包括华乐团 交响乐团和古中团等等等等 但是中学生不是说我报哪一个课外活动 我就可以进哪个课外活动 我们在每次开在刚刚入校的时候开学的时候 我们会参加一个像展览一样 所以每一个课程辅助活动都会在我们的学校有一个有一个摊位 那他们在摊位呢 主要就会跟学妹们分享一些 就是在课外活动的一些经历 或者是都干什么 时间等等等等 所以每一个学生都会收到一张志愿单 每一张志愿单呢 他们可以填写六个课外活动 就是想参加的课外活动 但是他们填完了呢 就要去每一项课外活动去参加面试和考核 那也有一些同学他的六个选项他都没有过 但是学校还会给他安排进一个课外活动 所以其实课外活动对加坡学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有一些学生呢 他们在课外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们找到了他们自己有天赋的一些领域 甚至我认识一个人 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去交响乐团 去交响乐团的这个课外活动 那他在之后呢 也发现自己特别热爱这个交响乐团的这些乐器 他特别喜欢去学 那在之后呢 他也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那之后往专业的方向发展 所以其实很多学生也在这个课外活动中 课外辅助活动中 去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甚至是一个发展方向 那这些需要比赛的活动呢 比如说这些体育类的活动 他们的训练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 可能一个礼拜呢 他们需要训练三到五天 甚至更多的时间 那对于这些表演类和社团类的这些活动呢 他们主要是在有表演的那段期间 或者是有这个青年艺术节评分的这段期间 会主要会忙碌一点 那其他的时间呢 就是他们普通的一些训练和课程 大概是一个礼拜两到三次左右 所以这个呢 就是新加坡的学制和课程辅助活动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